每次问这个问题的 不管是学员或是学生 其实我会问他说 你定义的自我提升是什么 如果你在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当中 你有把伴侣关系想进来的话 那你的伴侣能力也要提升 什么叫伴侣能力 就是我今天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 我如何用我的另一半 也觉得有用的方式分享给他呢 他说他不要听 因为你讲的方式 如果只是要告诉他说 我现在比你棒喔 我现在比你懂沟通喔 那对方当然就会抗拒 因为这个东西是用来贬低他 如果我们能对另外一半讲说 例如说我对自己做了一些心理的功课 我也会一直在想说 哇你的成长也是有一些辛苦 你也是一个好棒的人 或者如果你用这种方式 那让他觉得说 你去做这些自我提升 看他是越看越好 他怎么会拒绝呢 那如果你走的是个人提升 也许真的你就是要离开 这个不提升的伴侣 只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想要跟伴侣一起 你就要把每件事情都放到这个眼光里面去看 两三角的艺术在于配合度 不会只有比速度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要是什么呢 就应该玩到这个眼光里面去看 一定要放到这个眼光里面去看 我们看了一边 还在一边 就应该拿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